只懂得买报纸 已经入血入骨 不是你不肯做 是你想做也不能做 这里是鑽石山龙盘街市 一个报纸档 由87年屋苑一日火起 一直都经营到现在 当主明哥18岁 开始落店铺帮爸爸手 一转眼已经36年了 不过报纸档可能无法再经营下去 原因是无力负担租金 最近房处要求明哥要缴付 到疫情前的月租7800元 我不是输打赢要 我不是现在说真的好好做 要求你减租 其实他不减给我也没问题 他重估出来合理就行了 报纸档租约以三年为期 新租约在今年6月30日开始 月租是旧价7800元 疫情事后房处曾经下调 至一半3900元 而年底这个租金减免计划 就会到期 由于现在已经复偿 所以房处就将商铺租金回复正常 明哥坦然是无法承担的 于是就向房处申请租金重估 回来是还原你之前最盛世时的租金 意思是最多报纸杂志时的租金 房处那边回来 租金就没得减了 你就当提早退休生活 我听到我也觉得很不开心 现在二、四、六、八、九、九、十款 第三张三张都是要退回报馆的 最后都是 现在有时将一个封面 摊开来放置 让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的咳咳咳 子媒识微 报纸档已经不可以单购买报纸 雜资维生 而要借助购买香烟、津装饮品 帮补收入 再收回以前的租金 会不会与实际环境脱节呢 我们高峰期当时是买一千份 现在是买一百三十份至一百五十份 我们当时还是不需要减价 现在我们还是减一元张的 我一份报纸离价计出街 卖九元是赚一个七十多元 卖完百多元是赚二百多元 我都没办法交到七千多元租 我卖完报纸还欠几百元交租 只是靠香烟 交到租都是一万多元 我还是两公婆做的 我们从六点到晚上的七点半 十三、四个小时 有街坊获释 报纸档可能要画上句号 显得有点激动 她是好人的,两公婆也 关键酒她二十多年了 买东西多了钱,她都会给我 现在买报纸很辛苦 旁边又贵,她不会省点 是,最初头头都是因为… 不要加那么贵吧,你们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买报纸 你们很不愿意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贵 都要赶到她担心,都要她没办法 弟弟都会看着她娶老婆 看着她到现在 两公婆这么欣赖 给她一些东西去做 人家是开衣行的,做了几十年 报纸档旁边有一个吉铺 明哥希望可以转租这个铺位 可惜事与愿违 这个档位本身是做改衣服的 只有二千多元租 我就跟她说 不如你这儿都丢了一年 不如我搬到旁边这儿做 你这个位照够租出去七千百元 转租其他行业 你们也没有收到这个店铺的租金 而这个店铺的租金也没有浪费 房处复回来就说 他们有个优化计划 要优化这个商场 这个二号铺也是其中一个优化计划 之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但是又没有说到是什么 变成了没有下文 都是说不行 我们就报纸档 逐约加租这件事向房处查询 对方回复指 房委会一向以市价 来定铺位的租金水平 至于报纸档的租金 房处表示会继续跟租客磋商 也会与租客探讨各种可行的经营方案 例如看看可不可以在原有行业上 增加其他行业的类别 我自己也在这儿做了36年 对这些街坊都有感情 我希望房处那边可以 因应现在的市道 相应条件减合适的租金 我们收到明哥的最新消息 房处将档口新的租金定为6200元 但是明哥表示会拒绝 希望在各方面的协调之下 可以保留这些夕阳老铺